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馬克吐司 我跟呱吉的孽緣是從卡米蒂開始的 因為他一開始是在卡米蒂有做表演 我在台下當觀眾 結果沒想到現在我可以上台Rost 呱吉耶 我最害怕GIN DISS我 因為GIN之前火烤大賽的時候 跟我是冠亞軍 我是亞軍 我最不害怕的就是大雕博士 我根本沒在怕 隨便他要講什麼就講什麼 一點都不在乎 各位觀眾 我寫真伯恩寫醉凶啊 七分鐘你沒有三分半 我都在講真伯恩的壞話 因為我以前沒有講過伯恩的DISS 也沒有講過伯恩的Rost 所以這次我希望可以來嘗試一個新東西 大家好我是馬克吐司 大雕博士非常有趣 有一次我問大雕博士 欸大雕 如果給你一百萬 但是雞雞要變成三公分 你要不要 大雕馬上說 當然要啊 給我一百萬 雞雞還幫我變長2.6公分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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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雕博士 有兩件事情是假的 說是博士 但是其實只有碩士 說是大雕 但其實只有0.4 大雕博士每次去上廁所 就好像半熟蛋破掉 什麼 黃黃的尿液流出來 所以每一次大雕上廁所都要換一次褲子 我這邊是建議大雕 直接換一根老二 哈哈哈哈 哈 大家博士除了這兩件事情是假的之外 其他都是真的 真的是白癡 今天真的很開心能夠來到 瓜疾無法黨的現場 今天聚集了台灣 所有 ingredients 拖口秀演員 其他沒來的 基本上就是廢物 或者被關起來 的廢物 各位啊 你們知道如果今天 在這個場地丟一顆飛彈 會造成多大的損失嗎 損失那顆飛彈 本來可以拿去 炸三峽大壩的 有人說三峽大壩 會自己快題是不是 不用人打就會自爆 三峽大壩根本就是 中國李梅貞 我這裡故意塞一個 中國人聽不懂的梗 因為我怕被出真 講到出真我就想到 曾博恩 博恩真的很可憐 他每次講什麼地獄梗 或是政治不正確的梗 被大家罵的半死 被大家幹的半死 我忠心覺得 博恩的心理素質非常的強 因為不管別人怎麼幹他 他都沒事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他從國中就開始練習了 所以我想 博恩看到呱吉用屁股夾筷子的影片的時候 應該很不以為爛 喔 什麼用屁股夾筷子 我大博恩國中就要用屁股夾老二了 而且一次還夾兩三隻啊 我夾過的老二比我夾過的大便都還要多 有沒有 太誇張了 真的 我們喜歡 太誇張了 你還在講 太有意象了 太誇張了 博恩沒有夾過這麼多老二啦 因為他大部分都是用嘴巴吸啦 我這邊也提供給博恩 一個不會被出征的方法 就是把所有的地獄梗 跟政治不正確的梗 交給我來講 我放在我馬克吐司的YouTube頻道 保證你不會被出征 因為根本沒有人看我的頻道 我馬克吐司的YouTube頻道現在訂閱人數是 兩萬一千九百 各位你們現在加入都還在百萬訂閱的前五趴喔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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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我自己的段子裡幫自己業配 應該不用付曾博恩三十萬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新聞說韓國瑜上電業秀 有付三十萬 我不知道博恩 當時有沒有讓韓國瑜用街口支付 哈哈哈哈 街口支付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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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那個時候韓國瑜會跪著 哦哦 哦 不知道當時博恩有沒有站起來 哦 哦 接下來講講博恩的刺激品 Jim 為什麼說是博恩的刺激品呢 因為 Jim 什麼東西都是博恩的一半而已 帥氣程度一半 好笑程度一半 老二長度一半 的一半 再一半 但還是比大雕博士的長喔 其實你做什麼事情 都做到一半就不做了 他唯一堅持最久的事情 就是半土而廢 你看他現在也不講脫口秀 跑去種田 但依我對他的了解 各位請放心 因為我們很快就可以聽到 他把植物種死的笑話 你們知道 我俊用心照顧的東西 最後都會死掉嗎 我說的是我爸爸 我女朋友最近跟我抱怨 說我照顧植物都比照顧他用心 我為了不讓他失望 我就把他也種在土裡 但是大家不要擔心 因為我俊做事只會做一半 我只埋了他上半身的部分 因為下半身我還要用 這就是俊阿 講到被害者 就想到在場唯一上過Netflix的演員 壯壯 誰是被害者 壯壯 他一直覺得自己是海浪法師 所以我推薦他去看精神科 他現在真的好很多了 好很多了 他終於知道自己不是海浪法師 是智障 接下來講另外一個智障 東屈德 東屈德從中國回來之後 瘦了很多 大概150公克 具體一天講 就是少了一顆腎 東屈德 東屈德說 他在北京兩年幹的妹 比在台灣30年還要多 各位阿 這下大家總該相信 中國人沒水準了吧 跟東屈德做愛耶 北京是沒有狗了嗎 耶 不過認真說 如果東屈德 在中國講脫口秀的時候 有他約炮那樣敢衝認真的話 我們今天聚在一起 就不會是火烤呱吉 而是東屈德告別的事 耶 2020總算死了一個真正該死的人 那講到約炮 就想到在場唯一的女性 凱莉 柏安夜夜秀要花30萬才可以上 凱莉三千就可以上 你們知道為什麼凱莉要把皮膚晒得這麼黑嗎 因為這樣大家就看不出來 到底是她的皮膚黑還是鮑魚黑 耶 你們知道嗎 插一束花的叫做花瓶 插一堆屌的叫凱莉耶 最後來講講台北市最屌的市議員 呱吉 大家知道為什麼 呱吉這麼喜歡大巨蛋嗎 因為他想要把大巨蛋 當成跳蛋塞到自己的屁眼裡 哈哈哈哈哈哈 呱吉有一個節目 叫做美食廢人 我看來看去 我只有看到一個廢人沒有美食 哈哈哈哈 然後呱吉還有另外一個節目 叫做民主開箱 我是覺得很奇怪 因為開箱的定義是 大家不知道的東西 你來做介紹 那才叫做開箱啊 在YouTube做民主開箱 就沒意思嘛 你有種 就在騰訊視頻 哔哩哔哩做民主開箱 各位老鐵 今天為大家開箱一款 最新的政治制度 叫做民主 哈哈哈 保證在中國爆紅啊 前半段 呱吉開箱民主 後半段 公恩衝進來 開箱呱吉 一顆聖 兩顆聖 一顆新鮮的肝 一個搞完 兩個搞完 三個搞完 第三個是老二啊 因為太小了 哈哈哈哈 最後想跟呱吉說 呱吉 我知道你是一個有理想的創作者 希望有一天 我也可以跟你一樣 讓大家知道我的屁眼多厲害 謝謝大家 我是馬克吐司 謝謝